这次澳大利亚的一队运动员 斯特顿和克里 澳大利亚队当中我们看到有 前中国的这个著名的跳水运动员 童辉 完成的不错 入水很轻盈而且水花压得非常漂亮 他们俩人技术分的是 8分和8.5分 不难看出靠近屏幕一侧的选手 分数要差一点 第二个选手是8.5分 同步分是两个8.5和一个8分 好下面我们和各位一起来看一看 费多罗瓦和队友 克里斯特纳 克里斯特纳 谢其年科的表现 他们要做201B 向后翻成半周躯体难度系数2.0 从这着装颜色上一看就知道是乌克兰队 乌克兰队呢在服装搭配上经常采取 淡黄色 奶黄色和天蓝色的搭配 靠近屏幕一端的选手做的比远离屏幕的选手 也就是现在屏幕右侧的选手呢 做的水平要高 7.5分和8分 那么他们同步分是得了三个9.5分 这条52.80分 总分105.60 目前处在第一位 西班牙队和意大利队排的第二和第三 俄罗斯队现在是落到第四 美国队第五 好现在来看看 这是墨西哥队 应该说墨西哥呢 在中国教练的西行指导下 无论是男台还是女版 无论是单人还是双人 都有长组的进步 他们要做201B 向府翻腾半周 躯体男的系数是2.0 除了靠近屏幕这一侧的女选手水花 稍稍大一点之外呢 应该说这对选手 动作完成上还是相当不错 特别在同步性上 非常整齐 他们入水水花都显得大一些 身体还有些松 技术分是拿了两个7.5分 同步分拿了三个9分 这样这一跳得了50.40分 总分99.60 99.60处在第四 我现在来看看 是德国队的一队选手 德国选手是考奇特安和奇马尔夫斯 虽然动作轻盈 但是他们俩人在同步上呢 我们从侧面可以看到 完成的并不是很理想 翻腾上呢 一个稍快一点 一个稍慢一点 但是这是高规格严格要求 但最后入水 我们看到他们俩人还是调整过来 在这个双人跳水的时候 要求能力强的选手 尽可能的来多照顾能力弱的运动员 这样才能够得到统一 这一队德国选手 在两场之后是102分排 在第二 好 现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看 郭晶晶和李婷 非常漂亮 我们看到李婷呢 也是一个潜质很强 而且呢 他的能力很强的女员 他呢 实际上这个练板的时间呢 也不是很长 但他这个动作做的规格 质量和入水 水花都非常好 甚至于比郭晶晶的水花还要小 他和郭晶晶在技术上是都得了9分 同步分上是两个9.5和一个9分 他们现在在两场之后 是112.20 高出了第二名乌克兰队 6分多一点 而排在首席 好 现在看看澳大利亚的运动员 这是斯特顿和柯利 做405C 向内翻腾两周半到七 难度系数2.7 好像成了一种规律 总是屏幕远离摄像机一侧的选手 屏幕右侧的选手 比当中容易出现失误 翻的不如靠近摄像机这一侧的选手 也就是屏幕左侧的选手做得好 来看看他们的得分 虽然都是6.5 但是我们看到日本裁判 7.5分实际上是给屏幕左侧的选手打的 高分被去掉 技术分呢是四个 这样去掉一个最高分和一个最低分 剩下两个 再加上三个同步分 同步分同样也要把最高分和最低分去掉 有三个有效分 好 现在来看看这是乌克兰印尼 这是科斯坦尼亚 谢奇连科和费德罗 他们也做405C 在内翻腾两周半保齐 难度系数2.7 这次靠近屏幕一色的选手 在翻腾上有点过 空中翻腾不错 不过从这个角度来看 还是靠近屏幕一色 就是屏幕现在左侧的选手 做的比屏幕右侧的选手要好一些 好 现在我们来看看分数 7分8.5 两个技术分 同步分是两个9分 一个9.5分 这一跳是9.66分 总分175.26 排在第一位 好 现在我们和大家一起来看看墨西哥队的表现 埃斯皮诺萨和鲁纳 也是405C 比赛的时候 最紧张的是谁 也许是运动员 但也许是教练 这两个小选手在同步上不错 大家看到这是中国的跳水的教练 在墨西哥 帮助执教 他们俩同步完成的很好 在翻腾上远离屏幕一侧的选手稍稍有一点小问题 这样他们两人呢 在技术分上是8分和8.5分 同步分是两个9分一个9.5分 这一跳是69.66分 总分109.26 还有在第二 好 现在轮到了德国选手出场 考骑扎恩和歇马尔夫斯 他们要做一个有转体动作 哦 是 做205B 做205B 这是一个向后翻腾两周半曲体动作 难度系数3.0 啊 入水效果不错 而且同步呢 完成得很好 大家看一下重方班能做腾空 但这个动作从翻腾上来看的两个人 在技术上呢 稍有点欠缺 特别是远离屏幕一端的选手 两个人一个是分腿 一个是并腿 技术分呢 是 刚想说技术分不会太高 输了16分和6.5分 同步分8.5和两个8分 他们在两跳之后 仍然落后于墨西哥选手 排在第3位 乌克兰储的第2 现在我们看看中国选手 郭晶晶和李庭 李庭呢 是来自广西 郭晶晶来自河北 两个人做得非常漂亮 这个动作 和刚才德国队的一队姑娘所做的动作相比 中国队是在天上 德国队做的动作就是在 叫做向前翻筒 三周半暴息动作难度细数28 远离屏幕一端 那个选手在入水的时候 腿还没有完全伸直 驱着膝盖就进了水 我们看一下同方慢动作 从这个角度 大家可以看得更清楚 两个人呢 在技术动作上完成的都不理想 同步倒是 因错阳差 凑到一起 同时起跳 同时入水 这样他们的技术分呢 拿了两个6.5 同步分拿了三个8分 总分是300 总分237.42 还在第一位 现在看看墨西哥运力员 埃斯皮诺萨和 鲁纳 他们要做205C 这是一个向后翻成两周半暴息动作难度细数2.8 哇 哇 这墨西哥选手今天 刚才远离屏幕一端的选手 最后入水的时候 质量比较差 我们看一下 就是现在屏幕右侧 最后在空中的腰 没有控制住 本来翻成的挺好 大家看这个阶段出现问题 打开的时候两腿分开了 最后入水质量完成的就比较差 这样他是得了两个4.5分 队友是得了两个7.5 这样一个4.5和一个7.5 加上三个童物分7.5分 他们这一票得了57.96 总分227.33排的第三位 本来墨西哥这一队选手 也还是有希望拿到奖牌的 现在我们来看看 这是德国选手 这是考西安和歇马尔十四 叫做5.335D 靠近屏幕一侧这个选手 在完成翻转的时候呢 入水有问题 大家来看 这个一年在前面 在踩板的时候就踩天了 这次他看来还是稍稍有一点心理上的顾虑 还敢打出分数 现在屏幕右侧的选手是打出了技术分两个8分 而屏幕左侧的选手是得了一个7分和一个6.5分 他们同步分的是一个9.5分和两个9分 他这一跳是73.95分 总分242.55分 踩在第一 好来看看中国选手 李廷郭晶晶出场 18岁的李廷是来自广西 桂林 他还有一个队有一个妹妹叫李饶 两个人一起呢 是跳女子双人 也代表广西参加了全运会 女子十米台的双人 这次李廷在做动作当中出现了失误 我们看一下慢能做 李廷入水的时候呢 翻腾上 有问题 打开 入水 李廷翻过 郭晶晶呢 完成的质量非常好 是 拿了技术分9分和9.5 这样留下了9分 而李廷是拿了两个5分 这样李廷分数是5分 他们同步分仍然是8分 这样这一跳是68.40分 总分264.30分 仍然排在第一位 郭晶晶的特点啊 就是非常稳健 他呢 在来到孟特利尔之后 训练是失误率为零 比赛失误率仍为零 在郭晶晶实际上真的看到了 一个奥运冠军的真正的 本职 和他的精神所在 好 现在来看看澳大利亚的一队选手 来比赛情况 这是桑顿和克力 做5335D 有转体动作了 这是反身翻腾 一度半转体两度半 男队系数2.9 显然一个快一个慢 同步上呢 难得高分 入水的时候呢 一上一下 技术分打出来 是 一个7分和一个7.5分是有效分 同步分呢 我们看到是两个6.5 一个7分 这一套他们得了60.03分 总分280.44 排在第四 好 来看看 克里斯蒂娜 谢提年科 和菲特罗瓦的表现 这是一队来自乌克兰的运动员 乌克兰姑娘要做的是305C 反身翻腾 两周半爆息 难度系数2.8 好的 这是 这一轮比赛开始之后 到目前 就是第五轮的 做的 同步性最高 技术质量最高的一队选手 他们的技术分呢 最低分7.5 最高分8.5 这样的去掉最高和最低 还有8.0和7分 和7.5 还有8.0和7.5 同步分三个九分 这一跳 71.40分 总分308.82 超过了其他所有选手 而排在第一位 那么 现在和各位一起来看看 墨西哥姑娘能否登上领奖台 那么最后这一跳 305C 完成怎么样 在 昨天呢 这个 墨西哥的塔奇克 在男子十米台的比赛里 已经功亏一篑 最后一跳 输给了 俄罗斯选手 没有能够取得 哇 悬了 埃斯皮诺萨和 鲁纳甲石 刚才在 这一跳当中呢 埃斯皮诺萨 完成的还不错 但鲁纳甲石在翻腾的时候呢 又是 入水 没有完全翻过来 打开晚了 这样呢 又几乎是一个 只是角度小了一点 一个斜着拍到水面上 他们的技术动作 技术分 7.5和6分 同步分 两个8分 一个8.5分 这一跳得了 63.84分 总分 291.06 排在乌克兰之后 这样 墨西哥队看来是 难登上领奖台了 当然现在 要看看 德国姑娘这一跳 能否成功的完成 他们做的这个动作 难度也很大 要做305B 难度系数3.0 两个人都要完成 这样的动作 德国这一队选手 应该说完成的不错 在我们前面 是德国电视台的评论员 非常的激动 而且呢 声调很高 这是德国的 考切扎兵 考切扎兰 和谢巴尔福斯 他们的技术分 是拿了8分 和7.5分 同步分是3个9.0 这一跳得了79 这一跳 76.50分 76.50分 总分319.05 319.05 他们是 坐二望一 现在要看看 中国选手表现怎么样 中国选手是 李廷和郭晶晶 要做405B 向内翻腾 两周半 躯体难度系数 同样是3.0 好的 李廷和郭晶晶 用他们 货真价实 毫无争议的 可以说 把 跳水动作表现的完美极致的 405B 而 结束了他们的 今天的全套的表演 这简直是表演 这不是在比赛 他们 技术分 拿了9分和9.5分 同步分 我们看到 有两个裁判打出了10分 三个裁判打出了9.5分 那么他们最后一跳 拿了85.50的高分 以349.80分 力错群方 最后呢 中国选手 李廷和郭晶晶 以无可争议的 分数 夺得了女子 三米板双人比赛的冠军 这是中国运动员 在本次的世界游泳锦标赛 跳水项目里边 所获得的第五枚金牌 获得这个项目 银牌的是 德国的一对姑娘 考其扎和福瓦尔夫斯 感谢观看